观众对大长腿越热爱 男明星的身高数据越虚 和姚明拍照也是拼一拼智慧才好同框 影视剧中明星身高不够可以靠木箱来凑 生活中使用率更高的 当属增高鞋垫 萨贝宁在节目中 去无人岛的行李被翻出来增高鞋垫 小翻众人 薛之谦在真人秀中 听同学说自己身高176厘米 为揭穿对方说谎当场自爆身高 还让增高鞋垫见了光 也是迅速成为某宝爆款 王嘉尔的官方身高175 在小鲜肉中稍微有些劣势 他也是坦荡承认用增高鞋垫的 黄小明的身高一直是娱乐圈未解之谜 官方身高180总是被多方质疑 还曾在快乐大本营被检查增高鞋垫 被质疑的多了 索性人家就敞开心胸自己黑 而露汗就早已练成 牌照自觉点脚的好习惯 随时增高还带着长城剧组一起点脚 张一某也跟着一次增高5厘米 最霸气的还要数真子弹 虽然身高普通 但他放话 人品高心头高 人格高才重要 也是最深得人心啦